牛排教程來的兄弟們 看看這個汁水 PRIME級的肉也來了 蒜米備用 牛排前一天冷藏結凍 煎之前拿回來室溫一個鐘頭 兩邊只撒鹽 因為等一下要煎比較久 所以先不撒胡椒 一面變成胡椒椒 開大火 加油 加油 我們的寶貝也已經準備好了下去了 你看它側面這邊是有一層油的 可以先煎它 把這一面煎相同時把它牛油逼出來 側邊煎得微微金黃即可開始煎第一面 大火1分30秒左右 可以看到這面已經煎得焦糖化了 就可以翻面了 一樣靜靜等待1分30秒 再次轉向側面 這是煎至脆滑 蒜這時候可以下去了 記得不斷翻炒 因為蒜很容易焦 然後我們把牛排的涼麵 再各煎1分鐘 同時我們不斷翻炒我們這個蒜 讓它的香氣釋放到這個油之中 牛排就會充滿了蒜的香氣 時間到即可出鍋 Look at this baby 新極吃不了熱的牛排 讓它靜置5分鐘 帶牛排中心溫度降低 再且可以減少肉質的一個流失 脆皮的感覺 非常溫美 看看這個汁水 胡椒 蒜粉 洋蔥粉 洋蔥粉 Ojibake 現在就請您品嘗一下 加一塊剛剛在旁邊煎的那個蒜 蒜表面 裡面被煎得脆脆的 然後中間又吃得非常綿密 很美 最棒的肉 邊邊帶有剛剛煎焦香的 那種油脂的肉 拍個照 嘗哭一下我的朋友們 嘗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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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哭